来 大家准备 直播倒解时 直播啊 5 啊 4 放箭 2 1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米丽直播间 观看我们的 浪漫鲜花直播欲热 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 知音嘉宾 给我们大家讲话 有请 哼哼 花 花 花 哦 花是我买的 哦 不是买的是种的 对 来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花的种植成本 是多少啊 这玩意便宜 三百八十 干啥晚上坐地起架呀 这我还跟老板撕吧半天 你来干啥 你知不知道啊 那你们在这干啥 我们 哎呀 刚才我这个兄弟啊 这挣茶皮了不是吗 咱这花啊 是三块八一枝啊 对不对 咱在直播间里 必须走成本价啊 对吧 大家可能都清楚 这表达爱意啊 一般都送玫瑰啊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中国也是玫瑰花的 原产国之一啊 是不是啊 之一 是人 哎 这早在两千年前呢 西汉奇书里的西京杂技就记载了这个玫瑰 咱们辽宁辽中特产的红玫瑰 那就是典型的中国红啊 说的太好了吧 作为一个相亲的懂得也太多了 不愧是花丸 句句不提爱情 但句句不离爱情啊 我呀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花农 后来在我旧的指引下呀 我呀就考上农科大了呀 然后我就种植了万亩的花田 哎呀 请大家伙多支持我们花农 支持我老旧啊 说得好 哎呀 啊 我这个人呢 在爱情上 没服过谁 嗯啊 但是在你刚才说的你这些玩的上 我也支持你老旧 嗯 今天来 我不能白来 音乐 起 我不是花角 但是我会说唱 耶 耶 耶 哎 我叫做知一声歌只有一米鸡 长得像个弟弟 小明还叫做莉莉 长得不帅气 也有女孩挺多为我着迷 也挺多为我着急 因为我不会这技术 但我冲定这套路 但是一定在套路 你是我的技术 轻轻机的脚步 就踏实地的走路 走到了那时深处 也归归 不 耶 玫瑰花在成熟 花农不在孤独 老旧超凡脱俗 那乡村变得富足啊 哎 咱俩是不是 你俩看得真差别了 是差别了 但你看得多在直播人数 我忘了 差别就差别吧 万母花天绽放青春 在我内心碰住 这就是年轻人应该有的态度 这就是年轻人应该有的态度 太棒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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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人们 今天的浪漫纤花直播到此结束 今晚八点 我们小雨里的直播间 我们不见不散